在台上用生动有趣的方式 教授学员如何提升情感表达 或只运用在生活人际关系上 也能促进跟异性交友的方式 就读大三的许同学 两年前开始上情感课程 不仅训练谈吐 也透过课程学习如何将感情出发 已经上完90小时 找出自身问题做改进 也可以更自然跟异性相处交朋友 如果是对于异性这方面的话 就是变得更自然 然后更得体这样 然后更主动更积极这样 还在念书还不到有催婚压力 但是在现今社会中 不论男生女生 都还是可能受到传统社会观念 年纪到了得有稳定对象 结婚的既定框架 尤其在越南中国大陆 更因此延伸出租赁情人的商机 金凤虽然已经30多岁 但好在家人都没有催婚 不过现在女性工作能力提高 对于结婚意愿减低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越南人初婚年龄 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上升 2022年城市居民的平均 初婚年龄是29.8岁 而单身比例从2004年的6.2% 上升到2019年的10.1% 计划性晚婚 以及没有找到合适对象 都被认为是导致越南单身比率提高的一大原因 我的朋友有好几个 也是过了这个岁 也没有要结婚的 越南的男人的 他就是上班回来就是休息 不像女人的 女人就结婚上班回家做饭 然后雇孩子 什么问题出来都是女人的事情 所以现在很多女人就是不大想结婚 其实不止越南 中国大陆也有租赁情人的平台 而这样的现象不仅是应付长辈 更点出在现代社会中 因为数位网路兴起 导致男女在交友上更拉开距离 让租赁平台网路交友开始盛行 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选择变多了 就像交友软体 我现在打开一个交友软体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男男女女 可以去认识 可是也因为科技的进步 它增加了机会 但同时也增加了距离 我觉得不只是女生 男生也会有 男生可能也需要找女朋友 但可是就是找不到 也可能要去租一个女朋友回家 这份世代压力 而造就这个商业活动出现 对 那我自己是认为 这是有点不太健康的一件事情 专家提醒 因为父母压力而用租赁方式 也可能会让矛盾更严重 而我们台湾虽然观念走向开放 不婚族也越来越多 但是对不少单身族来说仍然存在隐形压力 台湾的年轻人要面对的反而不是这种来自于家庭或家长的压力 反而是来自于自己 自己很希望能够寻求办理 希望能够寻求到幸福 所以台湾可能比较热门的反而是这些 教你怎么获得爱情的这种书籍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爱情顾问 爱情教练 教你怎么把自己化妆化得更漂亮 想穿得更帅 甚至是一些付费的联谊活动 当网路功能无限扩张 看准两性商机 租赁情人网路遭有连结人与人的情感 但带来的影响也不可不慎 TVB新闻谢行喜 刘一军台北 采访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